第十條 好,我們繼續開會 接下來討論第十條 請行政院說明 報告院長及各位委員 第十條是關於優先使用媒體的條款 那因為在傳染變防治法第五十二條 就有規定 這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它可以優先使用傳播媒體 跟通訊設備 報導相關的疫情資訊 那所以各位現在可以在電視上看到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這個疫情宣導 都隨時插卡進去這個各電台的這個頻道 各電視台的頻道中 那從一月底到現在 我們大概已經徵用了二十九天 那徵用了大概兩百二十個頻道 每一天我們徵用這些頻道 使用廣告時間二十四分鐘 進行我們疫情的宣導 那也因為這樣當然一定程度造成了民營電視台業者 他們的損失 其實他們也是有損失的 那不過呢因為畢竟這個它是特許事業 所以我們就是研議在可能的範圍下給它著雨 著雨這一個廣告時間的放寬 就是它一天的廣告時間是兩百四十分鐘 然後這個我們就是讓它一定程度的這個有一個放寬這樣 給它一點優惠這樣子 曾鮑魚就對了 對 所以這個是以上報告 好 那單純吧 好謝謝行政院的說明 那這一條剛才 副民事長已經說很清楚 這一條就針對 配合防疫先導的媒體 那放寬一些廣告時間 那應該蠻單純的 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就通過好不好 好來 陳瑞 實例有一個那個修正 就是在第一項第五行 就是所謂放寬的這個部分 我們有增加節目製播類型 播出十段頓號比例 及廣告時間不受廣播電視法 第十九條第一項 跟第三十一條 及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八條第四項 與第三十六條規定之限制 就是我們有修正的文字在裡面 好謝謝 好那就由行政院來回應 你有沒有這個 有嗎 看一下 看得下 NCC NCC回應 來 NCC回應 謝謝 看得下 好 對因為我們這一次只有放寬廣告的時間 好 跟那個節目的製播是沒有關聯的 所以只要 因為目前在廣電法跟衛廣法裡面 它是只有針對那個廣告時間 我們有六分之一 還有那個一百 還有百分之十五的限制 那節目製播的方法 這一次我們沒有影響 就照他們原來的 一切照正常的來進行 所以是沒有影響他們製播的時間 只要放寬它的廣告時間 放寬它一點點的廣告時間 再不影響消費者的懸疑下 這節目製播怎麼可以放寬 那裡面光是放 content啊 他那個節目製播的方式還是照他原來的 對 就沒有影響他啦 對啦 只有影響他新聞的時段 節目製播很重要啊 我不會放寬 時間多時間而已 好 那對這個意 大家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這邊我們就照行政院版通過 好 謝謝大家 好 第十一條 請行政院說明 那個第十一條就是關於這個 預算的上限 我們在這裡 院版匡列了六百億喔 那麼用特別預算的方式編列 那麼希望能夠不受這一個 預算法第23條 不得衝進場支出的規定 還有第六十二條 各機關各政事及計畫或業務科目間不得留用 好 第六十三條有關留用比例等等的限制 這是第一項 那第二項就是說 這一個經費的來源呢 一個是可以挪用以前年度的稅計剩餘 或者允許我們舉債 舉債支出 好 那第三項就是為因應這個 防治跟紓困的措施嗎 那麼各機關我們規定它報經行政院同意後 在第一項特別預算案 為完成法定程序前可以先行支付一部分 以上報告 第十一條 大家有沒有意見 沒有 好來 曾偉 好 謝謝 行政院送來的版本 是六百億 我們尊重 但是各位可能看到 民國九十二年的時候 SARS的時候 本來是累了五百億 但是只有用兩百十七億 這是SARS的情況 好 那以下我要問的是 剛剛經濟部王次長也講 沒人知道到底疫情會會延續多久 五百億到底夠不夠 我沒有結束錯了 六百億夠不夠 剛剛王次長講的 所以我要問幾個問題 第一個這個疫情會持續多久 會像SARS一樣 高峰過了就過了 會持續多久 什麼時候會轉折點會慢慢減少 第三個問題什麼時候會結束 不不不你聽我講 我問的問題是很嚴肅喔 那今年的冬天 會不會再來 冷歸冷 會不會檢討從來 為什麼 我問的是很嚴肅的問題 你六百億夠不夠 因為有些商種工種 都認為說要高一點 因為假設你不曉得這疫情持續多久 什麼時候轉趨反和 什麼時候結束你都不知道 那你匡內的九百億 你沒有依據耶 我相信你六百億也隨便算的耶 所以我要問 再重複一次喔 疫情會持續多久 什麼時候可以轉趨反和 什麼時候會結束 今年的冬天 會不會檢討從來 好就這幾個問題 那假設你沒辦法答我的問題 雖然我是在野黨 我傾向 重寬啊 我甚至可以說六百億到八百億 第一階段你先編少一點 我雖然是在野黨 我都願意做這樣的建議 第一階段 你能不能少一點 那第二階段有沒有分階段 就像前瞻基礎建設一樣 分階段來 那 額度匡列到六百億到八百億 所以我的問題是很嚴肅 先回答我幾個問題 疫情會持續多久 什麼時候轉趨反和 疫情什麼時候結束 今年冬天會不會檢討從來 就這個很簡單的四個問題 好 要不要 我要有引述回答好不好 好 衛福部 來 衛福部來回答一下 我幫主席還有謝謝陳委員提問 這個 我看這問題連WHO都沒辦法回答出來 但是按照 如果像陳副總統或者其他的專家 如果他轉成是一般的流行性感冒 當然那個就是長長久久 那如果說整個疫情 比如看南韓好 南韓如果會有個 高點開始往下走 那大概就是台灣的一個翻版 因為南韓現在一直往上升 那他什麼時候會下來 那大概就是他的模式 會應用在我們這邊 所以其他的 我們現在都不敢預測 會如何 那第二個是 還有其他的因素是 如果每個國家都持續 像現在的狀況 互不往來 當然我們台灣接受 外面來的機會是低的 但是自己內部如果都像現在已經 過去發生的案例都查清楚感染源 沒有新增的 大概也許台灣就很幸運 疫情就會走低 所以這個因素很多 我只能就我所知道 剛剛大概約列跟大家說 稍微做一個報告 好 謝謝 謝謝何次長的專業 那當然 這牙醫也很專業 牙醫也很專業 但是我意思是說 李文亮就是牙醫 我是福果包牙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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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 很專業 不好笑 不好笑 我意思是說 我是善意的 因為你都 你的咕六百 是蒙著眼睛在咕啊 尤其你現在 影響了產業 後面還有 後續還有斷供應鏈的事情 那我意思是說 假設你現在是討論是六百億 我雖然作為在野黨 我是建議 可以呼應 公衛總會跟傷害總會的意見 我可以 我的提案現在只有六百億了 我是認為可以提高到八百億 這是我的建議 那質疑說 欸你們認為沒有需要 但是沒關係 今天錄影錄影 做成決議 好不好謝謝 好 大家還有沒有意見 好來 請王次長 那個 我說明一下 不是要反對或什麼 而是說 我們在編這個預算的時候 那也知道當時SARS的執行 後來的情形沒有把五百億執行完畢 所以在編的時候就是 院裡面給各部會的任務就是 你要在這個條例生效的期間 可以執行的才來編 我們只能倒著做 因為我們確實也不知道疫情會大還是小 然後但是我們要就我們現階段能夠執行的部分先去編 所以事實上現在還沒有開始通過 我們就開始在規劃 因為一定要在這個時間去加緊來執行 我們是能夠做的就是這個部分 簡單說明 好 請 陳委員 我想我們建議就是說 不要超過六百億 我們先看執行情形 如果看疫情的發展再做檢討 謝謝 還有沒有其他意見 沒有的話 因為有不同的意見 有 我看 就 我看就六百 就照行政院版這樣通過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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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 先再讓他講 通過 好 唉 責典片啦 沒賣開 這個喔 曾中原版本是 六百 我們講是五百 那但是 但意熱 運動片內的方式不大一樣 民眾黨是要 遂技勝貝 那你的版本是 四百幾在 七十字抽 那מה版本是 遂技勝貝 遂技勝貝 以及這個 舉載 好 大概就是這樣的方式 那所以到以前過不過 然後我們講的 政府的裁員當然 生意生意懲罰發掉也可以 但是對政府是不好的 我們暫期一算 暫期一的時候是用生意生意去處理的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這種各一半這樣差不多啦 生意過不過 如果不夠 這個後面再一條還可以嗎 我們再來處理 那另外一個一點就是說 假如真的600用來不夠的話 那行政院長也有二倍金可以用啊 那也有這個災暗法也可以一碗計期啊 這些工具都是可以用 再不然的話 持平的論啊 有個最終極的方法就是說 在兵內向一度預算來說 我們還有前瞻啊 那前瞻他有條例是有 水環境啊 尾道他一定的嘛 前瞻一期 的最後一年 還有900億還沒偏 前瞻二期 我們這個廢期 要讓他同意 他騙二期 還有4千2百億 這兩個是一包的話 那在 在騙的下延度預算的時候 可以把中間任務總預算 有一部分 公共建設的部分 移到前瞻 那這這裡面就還有 還有空間可以處理 所以在輕微預算上 我們認為說 當然如果用 用到舊最好的 代表疫情不嚴重 那真的這個疫情會打哪裡的 所有我相信啊 大家都是 錢還是要用到火上嘛 不然的話 所有條例 條文 如果第一條 大家提了我們都答應的話 我想這個錢一定會不夠 好不好 好 好 謝謝 那接下來就第十二條 就有關於這個物資的 鴻台囤積 的罰則 那這個部分請 來說明一下 要請法務部 好來 法務部 主席各位委員這一條是 原來 傳染病防治法裡面 六十一條有規定 也是有同樣的規定啦 不過呢 在那裡面規定要 受到徵用的物資 同時呢 要勤結重大 這個條件過於嚴苛 同時呢 不符合實際 比方說 徵用的對象 大概都只有製造商 那中盤商 零售商 都沒辦法處理 所以在這裡的話 就做特別規定 但是這個條件呢 是要經過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公告的防疫的器具等等 這些物資 當然現在大家知道的是口罩 醫療用口罩 所以這一部分如果通過的話 那這個衛福部呢 還要在同時公告哪一個 列為本法 就這一條的物資 那程度呢 也比 傳染病黃色法 六十一條呢 還低五年以下 好 謝謝法務部的說明 那有關於本條 大家有沒有意見 沒有 沒有意見我們就照新政院版通過 謝謝大家 好下一條 十三條 那第十三條是針對於 罹患 罹患這個 確診的 或是說疑似罹患的部分 這個呢 本來在傳染病黃色法 六十二條 也有這樣規定啦 不過傳染病 這個傳染病黃色六十二條 它規定的是要結果患 要自身傳染疫苗 那傳染給別人就消失了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們在這裡再做一個 就對於餘患 就是說危險患 不採結果患 因為另外呢 如果說故意要使人傳染給別人的話 那可能做成刑罰的傷害罪五年以下 比傳染病黃色法還更重 另外呢 如果要同歸於盡的 那就變成殺人喔 所以這個 後面的狀況很多 所以因此在這裡 我們針對的是 危險患的部分呢 除那個 也版本的我們改成二十萬以上 五百萬以下的罰金 那兩年一下子徒刑 那這一條 大家有沒有意見 沒有 我就是把那個 行政院版本 民進黨團團這邊 就是將 獲薪台幣二百萬以下罰金 加上 獲薪台幣二十萬元以上 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加個樓地板 就是至少下二十萬元以上起跳 好 平衡後面的條文 對 後面的條文 好那就 獲薪台幣二十萬元以上 在說明欄呢 我們為了針對說 疑似禮犯 所謂疑似禮犯 是跟對 傳染病皇室三九條 我們把那個說明欄有做補充的修正 我們也做了補充 對 說明欄補充 好 那就 呃 就加這幾個字 加這個二十萬元以上 好 那這幾個字把它加進去 那大家沒有一線 我們就 本條就通過 好謝謝大家 第十四條 院長對不起 十條的部分是有關於 等一下 說明欄 說明欄我們有文字調整 各方都看一下 好 好 在說明欄的文字再提出來 就讓大家看一下這樣 好 好 我們就十四條 請說明 十四條的部分是有關於假訊息部分 那原來在傳染病皇室法 六十三條裡面是有假訊息的規定 但是呢 只有除新台幣三百萬以下罰金 那在這個特別的狀況之下呢 我們認為說三百萬以下罰金 過輕 所以呢我們在這裡 按照一般最近呢 近一年來 有關於假訊息的修法呢 那規定把它行度加高 在三年以下有幾度請記憶 過科或病科三百萬以下罰金 好 有關於扁條大家有沒有意見 沒有 沒有意見我們就通過 好 下一條 十五條 請收明 十五條是針對行政法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的話是 違反傳染病皇室法四十八條 所謂的隔離措施 那這個 儲二十萬以上 一百萬以下罰金 那如果是違反 依據傳染病皇室法五十八條 第四款的檢疫措施 就是前面是隔離 後面是檢疫措施的話 要除十萬到一百萬的罰款 有關第十五條 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沒有 沒有意見通過 好 請繼續 第十六條 十六條是有關於 對於本條例行政法的規定 那這一部分的話是違反 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 的規定 第二個是拒絕妨礙規避 這個徵用或調用 第三種的狀況是違反第七條 中間旅行疫情指揮中型指揮官 所做的處置 那個命令 這個命令可能要改善就是處置或措施 好 關於第十六條 大家有沒有意見 第十六條主席 第十六條 他的第一項 第一款 他是違反第三條第一項的規定 那因為我們在第三條保留的部分 可能第一項跟第三項會有相似上的更動 我們是不是這一條的項 等到第三條確認後 再回過頭來改 他的 是第一項還是第三項 把那個 第幾項的 那個先保留 那個部分 好 那就是 第十六條 是不是說 條文先通過 至於項次的更改 就等 變第三條討論 就這樣 可以不可以 第三款的部分 那個命令兩個就要先拿掉 因為前面的 第三款 第三款那個命令拿掉 對對對 好 第三款 第十六條 第三款命令拿掉 對對對 那有關你 其他條文通過 那有關你相似配合第三條 來做調整 好 好 通過 接下來 第十七條 院長 那個我們有一個十六條之一 實力的修正中 十六條之一 十六條之一 十六條之一是針對我們的四條之一啦 對 這個命令長知道 就是說 因為我們四條之一 退避權這個 對對對 好 因為四條之一保留嘛 所以十六條之一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就暫時保留 等一下再 回頭來討論 好 來 接下去 第十七條 十七條的部分是有關於 必要的委任委託或委辦條款 那因為 按照法制作業的規定 我們 不能夠前按的委任委託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用排除法 除 這個要增加幾個文字 就是 除第四條 第十一條 至第十四條以外 第四條是有關於財政 那個稅務的 稅的問題 十一條是有關預算的編列 十二到十四條是刑法 用這種排除 除了這幾條以外呢 其他是得委任委託 因為沒辦法用逐項的來處理 好 好 大家有沒有意見 沒有 要定給大家看 沒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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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加了幾個 第四十條 第十一條 對 是 是有修改嗎 加了條字 有發下去了 發下去 調文是怎麼樣 我要通過 就這個 大家都有看到嗎 好都有看到 好那依照民進黨團提出來第十七條的 他是購集政府機關為執行扁條例 鎖定相關事項除第四條第十一條至第十四條外 必要屬奪委任委託或委辦相關機關執行 好 這個大家有沒有意見 沒有 沒有意 沒有好 通過 好下一案 下一條 第十八條 第十八條 要知道點心吃下去這麼順 我們就三點就好吃 吃八點就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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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些沒爭議啊 還要很多戰歌來沒討論 十八條有什麼要說明 第十八條跟院長報告就是 就是它的時間這個條例的時間我們就是框定從109年1月15號 今年的1月15號到110年明年的6月30號幾號 好那為什麼是1月15號呢 因為1月15號就是我們衛福部正式公告武漢肺炎是第五類的傳染病 所以我們從1月15號開始 所以我們從1月15號開始 那本條律事行期間屆滿可以進立法院統一後延長 第十八條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沒有 沒有意見通過 一年為限 一年半了 我們就回頭了 一年半了 目前保留是第三條 第四條 第四條之一 第十六條之一 還有第九條 沒有院長還有我們有些國民黨版沒有被討論過 那些應該要拿出來討論 那是第幾條 沒有就剛才已經像包括我們的有關疫苗的獎勵 研發獎勵還有遠距教學的獎勵 沒有關係要看歸第幾條 因為本來是希望按照班的順序來討論 但是因為我們剛剛是用行政院版本再討論 沒有關係 你用行政院版本就第六條之後就六條一這樣好了 好 搞壞了 沒關係慢慢來 你慢慢來 那我們現在就要從頭還是從頭 我今天應該是能不能先針對就是行政院版沒有的 但是我們其他黨團有提出的條文 是不是可以先來做討論 大家的意見怎麼樣 因為這是增加的部分嘛 好 跟戰哥的概念是不一樣的 好 大家有意見怎麼樣 但是行政院版沒有 照這樣好不好 行政院版沒有就是夠黨團提出來的 行政院版沒有我們就先討論這樣好不好 那應該在行政院 的增列條文 應該在M版第一條我們就把 你要增列的應該是只要併起來的話 要在M版第二條上面來討論 因為 要有 我們本來剛剛是希望說能夠按照 按照夜次討論 但因為院長 我們尊重院長 你現在那個夜次齁 如果是第六條到第七條中間 我們就把它叫做六條六一 六之一 看在第七條的後面 好 用這樣暫時暫 因為最後會 條字會再調整嘛 是 對 好 因為應該是在 在第幾頁 請翻到第十八頁 十八頁 對 第十八頁的部分 當然我們有 原來有像第六條 第七條 那當然比較重要 我們是 對第七條 好 第七條 就是 有關疫苗研發的獎勵喔 因為這次我們可以看到像包括 中研院啊 包括台大的團隊喔 在疫苗的研究上面算是 算是還蠻有進度的 那我們也希望這部分如果我們能夠順利的話 在全世界也算是 也算是 能夠打下非常成功的我們的醫療戰嘛 所以希望能夠有一個鼓勵 能夠對於我們成功的 就是疫苗的研發 能夠有 不低於 新台幣一億元的獎勵 這個 大家要發表意見 針對國民黨 發表意見 一億元怎麼量化我不知道 獎勵在我們整個 今天版本第二條 大家已經討論過都沒有意見的部分 就是說第二項裡面 公司的疫苗區塊齁及其他相關學校 團體齁 我想公理 團體就是幫我 我覺得衛生 我在衛生研究員也罷了 齁 對於 執行本條議 以防治工作齁 住有 住有 職效者嘛 也以獎勵吧 總總 這個本來這裡就有 這個差很多啦 不是 等於把 搞不好 這個是指對防治耶 對 那不是說什麼,因為疫苗研發 生物技術外染條例上面也有,我不知道你用這個,這個是要鼓勵誰啊?鼓勵中原業嗎?還是鼓勵誰?還是民間業者? 而且你這個意義什麼樣化? 本來第二條條文就可以用得上,生物技術外染條例上面也有,你可以用得上嗎? 我補充說明一下,這個條文其實我們內部有討論過,因為這個文字其實會有一個問題,也就是說在國際上,其實在國內也一樣,對於不管是藥物或者疫苗的研發,慢著要發到10年,壞的也是要3、5年 那對這個病毒的,其實要,不管是要做那個藥物或疫苗研發,對台灣來說,最慢最快最快3、5年也跑不掉 那現在其實都,這個不管是國務院或中研院,都是在做很early stage的東西 那這個特殊條,這個條例呢,期間只有一年半,所以如果說要完成,不管是疫苗或藥物跟這個條例,時間上會不媚取 那反而是像總召講的就是說,在第二條裡面,那就有一個依據就是說,你就一個先端的研發的部分呢,可以有一個特別的給予獎勵,那個是可以的 就是說那種第二條的部分,對於他到底是做出,不管是豪客或是功課等等的這個研發,就可以給他獎勵,那是比較可以的 但是第七條就是說,在這麼短的時間就是說會做,完成疫苗跟藥物,恐怕在觀感上也會覺得很奇怪這樣 來,陳委員 這個剛剛王次長講的,第一個就是說,第二條裡面有什麼先端研發的這個獎勵嗎? 我們也看不出來說,這個條文怎麼看不出來有這個鼓勵效果呢? 您剛剛提到的,第二條有先端研發的獎勵嗎? 我看不出來 這個看起來像就是一般的這種,鼓勵醫療院所做的防治做不做的,小的一種鼓勵嘛 然後第二個,我覺得雖然說可能疫苗,你說這個一年半,我們這個條例是一年或是一年半 那如果是這樣子,那這個一年一年半,這個也是做不起來啊 我覺得是不要去限制說,說不定我們國內的醫療生醫,我們努力獎勵後說不定真的一年就找到 我們聽這個市場有很大的宣示效果跟鼓勵效果,如果他們真的研發不出來,這個錢當然是發不出去啊 這算是正面的啊? 我們建議這樣,因為團隊會很多,你都定義一元,來了十幾個,你不是十幾個 不是,是要研發出來才有效啊 這個我們有寫啊 研發出來,你還要人體試驗看你敢不敢被打 那就是如果說是可以成功,所以這個是一個至少有鼓勵 就是說,因為你們的那個條文標的明確,那是不是可以拿到附帶決議去請他們 研你一個方法,然後或者說就保留到院會處理這樣 不然說你們寫得這麼明確,看起來好像也沒辦法說服你們說在其他條文裡面就有涵蓋到啊 第一我要先說,的確在其他條文是無法涵蓋 因為以第二條的精神上來說,跟這條其實有很大差別哦 那第七條文請大家能夠讀一下就說 我們是對於成功研發本疾病之抗毒病藥物或疫苗 並首先有效用於國內臨床之團隊 所以並不會有剛才民藏團所擔憂的叫很多 因為我們就是要第一個,而且是能夠有效用於臨床的團隊 那我們認為,因為這段時間我們從新聞中看到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鼓勵啊 因為從新聞中看到,我們現在是進度很好嘛 而且甚至從官方的說法 有可能搞不好一年就可以出來了 那我覺得如果是這樣,那我們為什麼不給他一個適度的鼓勵呢 對啊,所以我覺得這個條文我們認為是可以再獨立一個條文 而且我們覺得會對於現在非常努力在這邊 在做有關於我們抗病毒藥物跟疫苗的同仁來說 我覺得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振奮 而且如果我們今天真的做出來 對台灣在全世界 我覺得也是一個我們一個醫療專業很大的展現 不是獎金就好啊 這個對他對他獎勵 我真的一馬做出來,全世界都賣好的我就發財了 我來看你這個獎勵金啊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本來條文裡面就有 然後生意發展條文上面也有 這一點我不知道什麼用意 當然有到沒有都沒什麼差啊 本來就是 如果真的要的話再一個條件就可以除以 是不是好,你去找這條文 不是你台灣人說 香港人覺得你台灣人要創衰,覺得很壯 其實都自己操作自己 那真的是跟全世界經濟沒有那麼簡單啊 SARS到現在十幾年了 疫苗到現在還沒 都沒有做出來 那這樣我們聽聽行政院的意見啦 尊重他們的意見好不好 來,請行政院 跟主席委員報告 疫苗最快最快啊 至少要一年半 才能夠有初步的一些成果 那剛剛王次長說的至少最快也是三五年 這是疫苗的部分 第二個是 這個藥物目前就是 Gillard的那個藥呢 我們目前是可以快速的去合成 可是那個智慧財產權還是屬於 美國的藥廠 那可不可以參加他的計劃去用在我們這個病人 那個是另外的事情 所以自己要研發藥物 那藥物的研發至少要十年才有可能會 有新的東西出來 另外一點是 我們政務委員吳貞忠 在院長的要求之下 其實都已經邀請相關的團隊去進行 不管是疫苗或者檢驗各方面都已經在進行了 該是給他們的任何的一個支援 我們大概也會盡量的去 引導他們盡量快速的完成 加上總統也特別到國光疫苗也到高端疫苗去看 所以其實實質上的一些把產業促進的工作都有在做 但如果要成功說實在 不是說兩三年就可以有一個結果 以上就跟說明 這個部分因為跟之前我們得到訊息 我覺得在審法案在審條文的時候 怎麼大家那個雄心壯志都縮進去了 因為這部分跟我們之前得到的訊息頗有落差 合成藥物現在確實完成了 包括疫苗喔 疫苗 前一陣得到的訊息是一年是有可能的喔 進入動物實驗之後進入臨床試驗 那個是最快速的說法 目前他能夠接手的是在做動物的試驗 如果媒體那個報導 你仔細看裡面的用字是先進入動物試驗 這部分因為是我們黨團的條文 所以我還是如果說大家現在目前沒有共識 我是先保留 有關於國民黨團所提的第七條 我們就暫理保留 好 賴委 我們民眾黨也有幾條 因為分散在那個不同條 之後來在病案的時候看的有點亂 我先講我們在第十二條喔 就是我提到四八頁 在第十二條我們還是強調有關這個監督的機制 那早上柯總召也提到好像說不太需要 但是我想我們還是在這裡希望這條可以保留 同時我們加了一項喔 就是說資訊的公開跟資訊的專區是很重要 特別不管是事業單位或勞工 大家在找這個相關的法條 或最新的這個進度 或是紓困的內容有調整 是不是這個行政院可以設置資訊專區 然後即時更新 然後讓大家在這個資訊上不會有落差喔 所以我們想在第十二條裡面 增列第三項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是跟 早上也談到第七條跟第六條也是剛剛沒有討論到 就是在第五十六頁跟五十八頁 比較涉及到退避權 那剛剛跟實力好像他們也提到喔 所以這部分是不是也可以一併在保留的過程裡面 把退避權跟如果違反這個相關規定要有罰則喔 能夠列進在這個 繼續討論的項目裡面 所以大概是十二條的監督機制 是資訊平台跟第六七條的退避權跟罰則的部分 請院長處理 十二條跟哪一條 跟第六條 啊 六條七條 你說 你是說在 一月跟五十六月、五十七月 四十九月 四十九月的民眾黨的第十二條 跟五十六月跟五十七月 所以是第六條跟第七條 十二 十二 十二條 十二條 跟 六七 十二跟六七嘛 對不對 是 四十九月的第十二條 民眾黨版本的第四條 對,首號條有 然後呢? 然後56、57頁的第七條 民眾黨版本的第七條 還有58頁民眾黨版本的第六條 這三條是民眾黨希望能夠保留跟各位討論的 好,六、七 好,那其他的黨團還有沒有什麼意見? 對,國民黨黨團的部分還有就是我們在第22頁 有針對學校應該要建構遠距教學課程之獎勵 那這個部分我們認為在這一次 因為再來開學之後面對有可能的停課 或是甚至不管是班級或是學校 那因為裡面還牽涉到舉例來說 像高三國三會有所謂考試的進度 所以也不是說我們今天停課 就是一停如果停兩個禮拜 其實對孩子的學習權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認為這一次呢,剛好趁這機會 應該讓學校的遠距教學課程 能夠把它做一個好的建構 那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希望有相關的獎勵 但是另外因為牽涉到如果要在家學習的時候 會有些家裡配備的這個部分 如果說有些家庭弱勢社經地位比較不足的弱勢學生 那這個部分相關的設備我們希望政府應該予以協助 所以我們特別在這次的書問條例裡面提了一個在教育上面的配套的條文 以上 好 國民黨是7跟9 民眾黨是12跟6跟7 那還有沒有其他的還有意見 那不然的話我們就 就照著 所以要 要從頭來還是要從頭去 一檔一檔來 一檔一檔來 民眾黨團 建議說要一檔一檔來 剛才就一條是保留 現在還一條 就是遠距教學這個 在22月 這條我是覺得應該沒有什麼爭議 大家可以支持 因為這真的是在這次蠻需要的 我覺得條文就把它明定下來 我是這樣建議各黨團參考 其實齁 剛剛聽了各黨團的一些條文的主張 其實呢 未必要入法才能夠執行 尤其是他都在特別預算當中 未來過去我們立法院審 預算都有附帶決議的這樣的做法 可以將這些內容 變成對行政機關這種指導 因為列入法律條文 它有它的剛性 因此呢 也會讓整個條文它的體力上 變得比較龐雜 那因為現在我們的特別條例 希望是能夠盡速的通過 以便後面的預算 特別要進來趕快交付審查 審查後能夠交付執行 如果說這些意見 我們能夠把附帶會議決議的方式表達 或許能夠也達到我們各黨團的主張意見 那另外呢剛剛因為我們通過的第13條的說明部分 因為那個內容有在補充 所以這邊補充給主席財事 交給議事組的部分 主席 主席 因為現在討論 一般預先說 簡單講一下 我覺得中文人士說的是很好 但是 因為時代在演變 行政院提出來的版本 有的都是比較 沒手 舊字的這種版本 那像我們提出來這個遠距離的這種版本 這個新時代這種版本 我們把它列進來以後 而不是用附帶決議 我們把它列進來表示我們是有創新的立法 實際上這是一個正面的事情 現在新途市都在做了 何來重新自由 立法 我說的是立法 我說的是立法 在法律裡頭 醫師法都有 眼鏡醫療 來 教育部來共同 來 主席各位委員 針對國民黨黨團提案第九條的這個版本的這個部分 教育部這邊有幾點的回應說明 那第一個的部分 針對有關學校建構這個遠距教學的這個部分 教育部 推動遠距教學 線上 學習平台的部分 已經有很多年的這樣子的一個時間 同時呢 也都有 訂有這個 這個獎勵的相關的一個機制 包含也都拿到相關的補助的要點 那麼比如說像大專校院的部分 在高校生根裡面 也都有相關的一個機會可以來做這個補助 第二個的部分呢 針對有關這個教學平台的部分 除了政府啊 包含了教育部的教育員 或者是包含了這個英才網 或者是包含台北市本身也有網站 甚至呢包含了這個民間的像這個軍醫平台等等這個部分 教育部呢過去大概前兩三年 也把所有的 將近 就是政府跟民間的版本 總共十個版本的部分 都有做了一個會整 單一入口 提供給學校 那麼的學生 他可以 單一的一個障密 就可以直接來進行這個 這個網路的這樣子的一個學習 所以目前的現有的機制 大概都已經有這樣的機制 那 針對 就是有關遠距教學的這個部分 我們認為是這個部分現行大概就可以來做了 而 不用呢 立定這個辦法 那麼可以來這個執行 那至於呢 中低收入或者身心障礙學生 如果是因為停課 而所需要的相關的一些的 配合 線上學習所需要的這些設施的部分 我想教育部呢 也會來協助跟幫忙處理 那也就是說 不一定要在這個特別條例裡面 把這個部分列進去啦 那 這個教育部呢 也會在 包含現有公務預算啊 或者是 所需要的依反的機制 如果是真的經費不足啊 在依反的機制的部分去做一些的這個處理 而 不用再特別訂定啊 那我想這個部分教育部會重視 但是 我們是建議可以不用特別條例 現有規定就可以來 本來就是行政奏施嘛 好來 另外 這部分為什麼覺得說 還是必須要在條裡面提示說 當然我都知道 剛剛次長所提的部分喔 但裡面介紹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 我們提的有可能是說 今天一個老師他在教學上面 後來因為停課的關係 他必須要有兩個禮拜 大家必須要在家隔離 所以需要上課 那這個部分其實老師上課 他也可以透過遠距教學的方式 那這個部分呢 因為不是每個老師 他都 你知道嗎 就是說每個老師他以前 如果他不一定有慣用這樣的方式的時候 學生的家裡面 也不一定都完全就有這樣的一個配備啊 所以我們還是覺得 應該回到這一次的防疫上面 要有特別的法條的訂定說 你才能確定 每個學生的受教權有得到保障 要不然有些 我當然知道說本來就有庫克雲 本來有這些課程 但是以前都是少部分的老師 可能會使用這些部分 可是這一次我們有可能是需要 就是說我停班的同學 或是我全校都停課的同學 每個人都需要透過遠距教學來上課 這第一個先是要老師 你鼓勵老師他就透過遠距教學 而不一定是用現成的目前的東西 第二個是我們必須要保障 每個學生的家裡面 也都同時真的能夠透過遠距來上課啊 那如果在以前狀況之下 我們並沒有真的這麼的確定的時候 其實我就說以前是部分的老師 會使用遠距教學 但只是少部分嘛 那我們這可能會需要是比較在 目前防疫狀況下 要確定每個孩子受教權的時候 我們當然覺得必須要透過 在特別條例裡面定定這一條 來保障每個學生應該有的受教權 對啦 我就講一句話 如果照教育部這種邏輯的話 我們今天根本不用來特別盯 這個什麼特別條例啊 因為所有的很多 這一個不必而已啦 沒有沒有 那所有很多的包括什麼 這個什麼救災防治法 什麼都有啊 那如果照這種邏輯今天開這個會 就沒有意義啊 我們特別定出來 就覺得這個是特別重要 那很多事情都已經有啊 你說這些不管是懲罰啦 什麼傳遞謠言啊 這些都已經有發生了 有很多法令都有 那我們今天在審這個特別條例的目的在什麼 這種邏輯就是說 已經來就算就不用定 那這個預算就繼續做就好 我還不想買 你覺得好嗎 一定沒有加強 加這一條沒有什麼不利嗎 對你們也沒有什麼損傷嗎 依法總是要精簡嘛 好像我們講 過去很落貨的樣子 本來就要做新自由 我來說一下啦 這個因為 這個 教育部啊 他們已經講得很清楚 就是 這是很平衡啦 就是說 事實上他們平時都可以做 那現在如果說 條例真的是沒有辦法到學校上課 這個就加強一下 應該就可以做得到 所以說 是不是 這個我們就做附帶結議 院長幫我 那像我跟市長做一個專業對話 我就舉例來說啦 我們因為開學延後兩個禮拜 我以國三學生為例 會考因為延後兩個禮拜 所以我們考試進度 就是說我們考試時間不變嘛 所以也就是考試的範圍會縮減兩個禮拜嘛 對不對 那如果假如今天有一個學校 停課 那請問一下 我會考的命題是以什麼為標準 我如果有個學校 兩個學生 因為這樣而全校停課 我全校停課 這兩個禮拜的課程 可以之後再補嗎 當然不行啊 我這兩個禮拜的上課 是完全不能停的喔 我才能夠在國三會考的時候 我確定在會考的那天 我考的範圍是一模一樣的耶 那你怎麼確定 在這兩禮拜放假 就所謂的隔離時間 這些被隔離的學生 他都能夠同時同步的 把課程而不落後 教育部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如果已經告訴我沒有問題 那如何做 說服我們 請 這個部分我來回答一下 剛剛林玉海委員的這個關係 我想林委員對教育的部分 都非常非常清楚 那第一個的部分 剛剛提到的會考的部分 如果因為配合整個學期延後 那個國中會考的時間 還是維持這個時間 所以我們國中會考的這個題目的部分 就會縮減兩週的這個進度 所以這個部分對學生所有的權益是沒有影響的 那假設現在目前的疫情的停課標準 如果符合這樣標準 學校必須要去停課14週 那麼滿了14週 14天 14天之後的包含 如果蹲在這個班級的部分 他有幾個方式可以處理 第一個的部分 他可以在 這個週六週日的這個時間 比如兩天裡面可能早一天 或者是呢 那個下放學之後的一個適當的時間 那麼來進行這樣子的一個補課 讓這個進度能夠趕得上來 這是一個 第二個的部分的話 剛剛講的網路平台的部分 基本上 這種學生學習進度的部分 基本上會有兩個處理方式的 第一個的部分 就是如果有網路系統的 在網路平台上面 他可以指定在網路上面的 這個相關 適合的這個進度裡面 來進行學習 第二個的部分就是 剛剛立法令委很清楚的 他已經在台北市的時候已經做了 那這個的部分也就是說 可以採用同步 那個線上教學的這個方式 那也就是說 如果這個班是停課的話 那這個班上學生所需要的一些設施設備的部分 就會配置在這個 這個停課的這個孩子的家庭裡面 老師上課 然後呢 可以同時 線上 直接傳播到這個班 那個孩子在家裡面 可以來進行這樣一個學習 或者是呢 另外我們會採取呢 那個補救的相關的一個教學的措施來做個處理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會根據 呃實際上的一個狀況的部分 那麼會來 呃做相應的一個 一個補救的一個處理 以上說明 好 立委婦太結議了 好不好 不好意思 我告訴我 這很重要 不然這樣就保留 保留 因為我剛剛聽到說 十天的課程要透過晚上補課 我們就暫理保留 我覺得這個 好 這真的是這樣說 這兩條齁 七條跟九條先保留 我們接下來就來討論這個民眾黨的 就 也是從六條七條十二條這樣討論好不好 好 我們就從 第六條 第六條喔 那個我看我們 五十六頁嘛對不對 對 對 好 那個是第七條 五十六頁 請大家看五十六頁 第五十八頁開始 五十八頁喔 對 第六條 五十八頁 這個就是退避權 那我看到有一些其他 呃民進黨的有一些委員提案也特別提到 就是現在我們 因為疫情的這個發展裡面 在中國這邊有一級二級流行區域了 那有些封城 有些工作上 這些在台灣本來要過去工作的人也去不了 那有一些當然就是說他們現在在這個工作上面可以透過遠距 可以透過一些這個不用到那個縣地去 但是還是有一些必須要過去 那在這個情況下我們接到很多的申訴就是他到底能不能不去疫區 然後跟雇主協商的時候 雇主大概就還是覺得 呃 就是希望他可以過去 那能夠提供必要防腐嗎 大家也沒有辦法做一定的保證 所以勞工其實很擔憂就是說 他拒絕會不會造成不利的對待 他不去之後工作權最後如果不保 國家會不會在這個情勢上讓他有一個可以援引的這個爭取的條例 所以我們是覺得應該讓他跟以前的退幣權呢 再上升一點 變成是因為基於國家是公佈了中國那邊是一級二級流行區域所至 而不是他個人公司的這個災害造成他不想去工作旅行勞務 所以這個跟過去的退幣不太一樣 那第二個才是說如果這樣的一個情勢繼續再發展下去 那有一些勞工即使他在台灣的工作 但他工作地區工作內容如果還是以大陸為主 他在台灣漸漸也沒有工作 他也不用進台北的辦公室等等 他最後呢公司也覺得你變成籠圓 所以後端確實會有工作權的一些爭議 所以我還是希望勞動部可以深重考慮要不要再 因為這個階段看起來是一年半的法律的期限 他也不是長久性的 那是不是在比較特殊情況之下 讓這個不到議區的工作這個主張由勞工提出之後 那雇主我剛看包括蘇小會委員等等也都有提到說 如果雇主不得不找他一定要去非他不行 那做到各種防護之後雙方協議了 那也許這個還可以協商 可是不過前提應該是他有拒絕的權利 所以我們覺得第六條應該要讓他入訪 才能夠比較讓勞工處於比較安全保護下的一個工作保障 那第七條就是跟那個衍生的不利待遇等等造成的一些罰則 這是我想是我們在六七的主張是大概是這樣的配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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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覺得這個 可能我們要多思考一點 那事實上 勞工能不能拒絕說我不要去可以的 因為基本上我們其實 站在我們治安法相關規範 或者我們這一次因應這個無案肺炎的疫情 我們就有講 你雇主 一定要以勞工的健康安全為優先考量 非必要 你要避免 讓他到這個 可能疫區去 那如果你要讓他去 你要去 如果你一兵 非去不可的話 你一定要提供這個足夠的防護設備跟措施 但是如果說你提供了 你認為雇主比如說我認為我這樣提供已經夠了 口罩啦什麼 防護衣什麼都夠了 但我勞工還是有疑慮的話 我勞工是可以說我不要去的 那如果 那個 雇主要強迫你去 你甚至可以就是主張 這個要終止契約 那雇主要給你 依照的就要給你支錢費 那 我有一個疑慮說如果你用立法來禁止 員工到疫區去 那你勞工 這個不是就沒有彈性啦 對勞工 其實不是最好的保障方式 而且如果要真的要讓立法禁止別的不說啦 就我們現在要去派專機去把我們在台灣的台灣 這是我們國人要回來 包機 包機那都沒辦法做了 所以可能要考量一下 你如果這樣一立法進去 那變成我現在要包機要過去的話 假設我們兩個都 都談妥了 我要派飛機去 那我就可以 我可能一些防疫人我都 那我不要啊 那會有這個問題 我是覺得可能大家要思考層面要多 我覺得這件事情要立法 那就是彈性處理 然後現在依照相關的治安法 就可以來處理啦 有沒有堅持來 來 請說 我知道部長的意思喔 但是 如果用治安法來談退避權 你說如果勞工覺得那邊有風險 可以不去 甚至可以不履行勞務 但是過去很多就是從來沒有人敢使用過 嚴格講 那這次應該 他不應該用退避權的概念的話 他用疫區 疫區的這個風險 評估 對於勞工來講 他其實是在國家防疫裡面的 也是一個類似你們的強制命令下 對面成為疫區 所以我有拒絕前往的這個義務 這個權利或主張 這個能跟治安法裡面相關 我覺得是不一定連動 只是我們用這個概念來跟你主張 那我是說 如果我們這一點都不入法的話 那再來很多的爭議 我相信 就是剛剛部長一直提的 每次都用治安法18條 從來就沒有辦法保障到 他覺得他的工作 我們國家有重視他 更不要講疫情的這個概念下 他就是回來他一定會被隔離 他不去他可能工作沒有 這個兩難我是覺得是不是還是慎重考慮 那至於你要不要有一個 但蘇 就是像蘇小慧委員講的說 你提供必要性 因為現在連口罩勞工也買不到 他要帶著100個口罩去工作到大陸去 你們也不可能嘛 雇主要提供給他 雇主也沒有這個配置 因為你們也沒有讓這個方式 對 所以我說那你他不派下去 他工作就沒啦 他就擔心這個部分他不能拒絕 主要是這個地方 那個方法委員 當然啦 你講的是事實 有些可能不敢拒絕 但是你法律 他是不是就敢拒絕了 這樣的角度 你如果入法 你如果入法對你來處理 事業的雙方會比較能夠 因為第一個這是階段性的法律 你們只讓他到明年的6月底對不對 這是個特殊性的 他超越治安法裡面的這個時間的問題嘛 你們是讓他框個時間 第二個現在一二級 他到底以後會更嚴重 還是大陸地區會化更多一二級 我們也不曉得 所以總體來講 因為兩邊的往來實在太密切 現在很多要去的勞工都還在台灣嘛 那他們現在就希望我遠距工作 我有取得一定不能不去的權利 然後我在台灣可以繼續履行我的工作內容 這個的協商權要給勞工 概念上是這樣 不是他不工作或他想要辭掉 不是這個意思 不能損失他的工作 我想是這樣子 因為這一條的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不管我們有沒有規範 依現在的規定 他就是有拒絕的權利 就是說他只要有疑慮 因為我縱使雇主說我剛才有舉例說我縱使認為說我已經都提 當然他沒有提供房屋設備那裡當然是不用去 但是他已經認為他都準備好了 但是我還是有疑慮 我的意思是說勞工都可以拒絕 這個無庸立法本來就可以 本來就可以啦 我不跟部長爭執啦 因為職安法我以前執法很多啦 就是效益上面我自己都覺得那個法的強制性跟協商的這個籌碼都不在勞工身上 那所以我是建議這條還是保留 但是如果說在 我有看了像其他委員也有類似的部分 如果說折中性的條文你們願意再修正 我覺得我們再來處理 你能不能打出折中性的啊 這個我剛剛看你們有其他委員會 主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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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可以不堅持? 6條7條? 12條不堅持 6條7條就保留 那就全部 對,沒有,我們就現在就整理那個條式稍微整理一下,我們就從頭 要去買來還是要頭來? 定性還留一遍 再 要再留一遍嗎? 要不要再從頭討論一遍還是? 12條在48億 6條7條 抱歉抱歉,我被提醒我們還有第10條 那個23頁 有了通訊整查 你已經討論出啊,什麼什麼Center 剛剛沒有討論 新創名了 沒有 沒有 你有獎勵嗎?一個演技較有傑嗎? 我只說了第7跟第9 因為 那個 23頁 23頁 有關於 第十條,就是二十三頁,通訊診察治療機器配套機制,其實這個也是好事啊 那這個也保留好了啦,就一樣嘛,跟眼鏡保留 那這個是看診的啦,看診跟剛剛教學那樣 現在是一樣嘛,保留 保留,我們現在 跟主席報告,跟委員報告 現階段就已經在實施 現階段針對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的人 我們如果他是因為一般的疾病,其實都已經在實施遠距的診療了 已經在實施了,而且也有相關的法規,所以目前都已經在做了 所以,第十條就變啦,好不好 好,第十條變,好 那就,現在保留的齁,我練一遍齁 保留就是,行政院的第三條,第四條 好,還有接下來就是,實力黨的四條,四至一,十六至一 還有九 再來就是國民黨的第七,第九 再來是民眾黨的 第六,第七 第六,第七 十二就不堅持啊 我有問,我有問你 蛤 沒有啦,不保留啦 不保留 這樣啦,我們講一講啦 也不要說,我們把這個弄清楚啦 半年內要來立環報告嘛 那半年內要來立環報告,也就是說 大概半年內要差不多八月底嘛 九月初就開業了嘛 九月開業的總之是一定會問嘛 那就,他變在一起報告就可以了,好不好 好不好 我們通過但是,我們不要做一個專案報告就好了 我們支持啦,我是覺得三個月可以報告一次 三個月報告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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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開業以後,各位部會全部來 今天跟你問的差不多了啦 因為現在這樣一來,再來要到下個會期很久耶 五、五、五、六以後會再來一次 太久了 太久了 還有那個院長,剛剛我們的幾條 二、三、五、八 二、三、五、八就是跟政院版的三、四 是一起保留的 是一起保留的 就是加年造物價跟那個隔離價的部分 是跟你們行政院版一起的 助理的時候是一併處理的 一併處理 一併處理 二、三、五、八、二、八 我是代表立法院,不是我的行政院啊 第二,我已經通過了啦 第二,我已經通過了啦 第三條、第四條保留 他們的調適 我們的調適 病病在於對應處理 對 病案處理 對 保留病案處理 保留病案處理 他們的對應調適跟我們的三、四是一樣的 對 好 那現在這些保留 要重頭再來討論一次 我先說到第二頓 來 第二頓 如果嚴格說的話 應該我們相對應的第三條齁 行政院第三條我們是第四跟第五條啊 這個也是要 如果要講 我們要講一下 行政院第三條、第四條 現在還保留 不管對應到哪一條嗎 來 行政院的版本 第三條、第四條 表決通過以後 這其他什麼都沒有了嗎 總之那個第三條 第三條的行政院版的 第三 第二項最後一行 就是那個兩年改三年應該沒有爭議吧 這兩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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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現在架的認定就會拖很長的時間 沒關係 這第三條都沒有共識嘛 總之談好了 好 好 大家休息到八點 繼續討論 人要有錢堂不要跑掉 我們有錢堂不斷